闲车说新车 今天我来说全新一代沃尔沃V60 在8月5号正式上市了 价格是在33.99万到43.99万 顶配的价格其实已经是跟V90的低配价格差不多了 V60是没有四驱版本的 动力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分 T4跟T5也就是2.0T的高低功率 变速箱依旧是爱信的8AT 但是沃尔沃这套动力总成还是非常的成熟的 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 底盘呢是有了新的变化 前麦夫逊改成了窗叉臂 后悬依旧是多连感 那底盘的变化不知道能不能提升驾驶的感受 至少V90我们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Wagon最重要的就是外观跟空间了 分两个版本 Inscription跟Art Design 一个更加的优雅 一个更加的运动 沃尔沃的瓦关呢 外观一直都是非常的好看 雷神之锤的大灯和围巾之斧的尾灯 统统没有缺席 前两我觉得比V90更加的有精神 全新一代沃尔沃 V60的长度和轴距啊 比上一代的长了10厘米左右 侧面看上去更加的修长 但是离地间歇看上去不如V90CC 内饰的布局呢 跟XC60非常的像 而且沃尔沃的内饰啊 一直都做的比较的环保 这一点啊 比德国三强不知道强了多少 瓦关车型呢 一直在国内叫好不叫做 那同价位的瓦关车型有什么可以选择呢 奔驰的C旅 奥迪的A6 Avent A4跟A6的Allroad 那A6 Avent的新款呢 是会在今年的四季度上市 那现款呢 无论是外观来说 还是内饰来说 都非常的老气 那A4的Allroad呢 在价格上来说 跟V60应该是竞品了吧 但是尺寸是比V60小 而且我觉得外观不够优雅 那3.0T的机械增压的A6 Allroad呢 性价比高 目前呢是45万左右 但是内饰啊 也是老气的一体 那奔驰的C旅呢 1.5T 35万 2.0T 52万 是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喜欢 但是也是真的买不起 V60呢 虽然说价格上来说 比上一代的贵一点 但是呢 后期如果有优惠的话 在价格上 竞争力还是很明显的啊 最后送给那些 没有预算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蔚蓝2.0T两驱25吧 这个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呢 感谢收看本期行车 我是Alba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